欢迎收看平行而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的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在这边要先跟各位说一声 这一周因为东平都在台北上政论节目 评论这个乌俄局势 所以这一周的平行而论 还是由我一个人来主讲 希望各位会喜欢 也给我按赞支持 好 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今天已经是第48天 今天传出一个消息 我听到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就是马力波疑似招到了俄罗斯 使用化学武器 这个消息我听到真的是很难过 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导 乌克兰亚素军团表示 俄罗斯在马力波透过无人机 投下有毒的物质 有三个人有明显的化学中毒的迹象 有一些民众他出现了呼吸困难 还有小脑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损害一些问题 消息一传出来各国包括美国包括英国 他们就在查证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说是谁做的 是怎么做的 不过美国方面他们有 科比就有出来讲话 美国方面就有说 他们认为是俄军在催泪瓦斯里面 放了一些有毒的物质 然后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他说 伦敦与伙伴国家会合作 试图查证使用化武是不是真的 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的话 这个将是这一次乌俄战争里面 第一次使用化武 英国的国防大臣他就说 如果是真的 俄罗斯你们要小心 西方已经准备好各种的应对方式 就算是有风险的我们也不会怕 所以我觉得英国这个表态已经很明显了 因为俄罗斯从战争开打以来 一直在踩道德的底线 一直在残杀平民 然后到了自己的第一阶段任务 受阻攻打基辅的军事行动 没办法成真 他们就开始把战争更升级 原本就已经在残杀平民了 现在进一步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使用了这个有叙利亚屠夫之称的德沃尔尼科夫 来当总司令来攻打顿巴斯地区 德沃尔尼科夫他出来的唯一目的 就是拿下顿巴斯地区 唯一的手段就是残杀平民 俄罗斯不是来打仗 他是来打猎的 他是在乌东地区打猎的 把人民把人当作是猎物一般 这样子的残杀 德沃尼科夫他一上台做什么 先攻打了一处乌东的火车站 然后今天再去攻打 用化学武器去对付马力波的平民跟军人 然后刚刚也传出一个消息 乌东又有另外一个火车站被攻击 有一个小孩受伤 甚至是失去四肢 我真的觉得 俄罗斯够了 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 就是用这种方式 用飞弹 用火箭 去射这些军人民的 比如说防射 或是火车站 这些平民设施 他也用化武去对付这些平民 一模一样的手段 现在就放在了这个乌克兰这边 所以 我们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俄国并没有要收手 克里姆尼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说 军方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就是现在做的这样子 使出所有的手段 而且根据这个军事方面的情报 俄罗斯也有可能使用白领弹 这些在国际公约上是禁止使用的这些危险武器 他们都要拿出来用了 所以真的跟俄罗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了 就是打就对了 就是只能把它打倒 那它打不赢 把它打垮 把它拖垮 这是唯一的方式 绝对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马力波市长今天也接受访问出来表示 马力波的平民已经有超过两万多人死亡 而且俄罗斯有计划的残杀这些平民之后 还把这些尸体烧掉 让你找不到尸体 因为你没有尸体你就没有办法定罪 你想要定他战争罪 没有尸体啊 怎么定 所以俄罗斯真的是很糟糕 在马力波做了这么多这么多残忍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由华盛顿战争研究所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天马力波的战况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得出来 白色的区块就是乌军现在占领的地方 他们控制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比较4月10号跟4月11号 在这个西边的部分 俄罗斯是有所进展的 不过在东边的部分 乌克兰则是夺回了一部分的领地 事实上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运动的领袖普希林 他今天出来说 我们已经控制住了马力波的港口 不过马力波的副市长奥洛夫立刻跳出来反驳 表示马力波的战争仍在持续 而且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司令 扎鲁日尼 他也表示 在马力波市内的乌克兰军队与俄军跟亲俄分子的战斗还在进行当中 马力波的防御行动仍在持续 所以马力波到底有没有救呢 到底有没有可能可以反败为胜 反守为攻呢 泽伦斯基说 有的 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那就是如果我们有战机 有足够的重型装甲车辆火炮系统 我们就能做到 泽伦斯基也说 我相信我们会得到我们所需的军备 但现在时间不仅在慢慢流逝 乌克兰人的姓名也逐渐消逝 人命是无法挽回的 从过去种种的发展 平心而论认为 真的不能够小看 不能够忘记普丁的狼子野心 他一开始就是要并吞乌克兰德 只是因为第一阶段 他想要攻打基辅的这个军事行动没有成功 他不得已只好在3月25日 先下台阶 说我们第一阶段任务完成 我们现在要来解放顿巴斯地区 因为他们发现 顿巴斯地区是目前最容易拿下来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马力波被围成这样 真的你说再过两三天把它拿下来 真的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他们现在 把所有的力量贯注在乌冬地区 贯注在顿巴斯 贯注在马力波 不惜动用化武 不惜动用白铃蛋 不惜去残杀平民 就是要达成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达成之后 下一步他们就可以在5月9号宣布胜利 宣布胜利 普丁有了这个人气可用 有了这个名气可用 在国内的身外又更高一步之后 他又可以再回头 再实行他的并吞乌克兰的计划 接着再一步一步的 就像泽伦斯基说的 他的目标其实是全欧洲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普丁的狼子野心绝对不仅止于乌克兰 他要的是整个欧洲 那这一点也可以从 这个奥地利总理说的话来获得印证 奥地利总理哈默尔我们都知道 他在9日访问了基辅之后 他在11日访问了莫斯科 跟普丁进行了一次面谈 根据了解两人的会谈 是在普丁位于莫斯科郊区的房子里进行的 两人是闭门会谈 不合照也不对外发表声明 那奥地利总理哈默尔 在这个会谈之后 对外表示 他说他对外交能否化解这场冲突 感到相当悲观 他也说他跟普丁的会谈是很直接 很开门见山的没有任何保留的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可是他说了一些言论 我觉得值得我们来看的 他说我们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 普丁已经进入自己的战争逻辑之中 他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 还希望迅速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 而且他也说 俄罗斯对于和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进行面对面的会晤是没有兴趣的 这段话代表什么 代表普丁是要打仗的 而且他是要打赢 而且是不计代价来打赢这场战争 哈默尔就说了 他觉得未来的战争会越来越残酷 越来越惨烈 这也跟我们平心而论之前预估的一样 因为俄罗斯一直打不下基辅之后 他很需要一个业绩来在谈判桌上取得先机 也需要一个业绩来对他们国内的人民来做交代 也需要一个业绩在5月9号宣布胜利 所以他会以任何残酷残烈的手段 来打乌东地区 把他打下来 我们认为外加斡旋是必要的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和平的手段 来做一些斡旋 希望能有和平契机的出现 但是这个外交斡旋 真的是没有实质的效用 因为两国能不能谈出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完全是看战国 以俄罗斯来讲 如果他这次没有打下顿巴斯地区 他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他根本没有谈的可能 没有谈的本钱 乌克兰也是 如果顿巴斯掉了 如果基辅被攻下来了 如果他们的这个土地有一半都被俄罗斯给侵占走了 他怎么谈判 他说寸土不让 克里米亚他也要你吐出来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他根本没有任何底气 不可能达到自己要的目标 所以最终的根源点还是说 乌东的这场仗是一定要打的 而且一定会打 而且会是非常非常惨烈的打法 结果会如何呢 乌克兰会胜利 乌克兰绝对会胜利的 因为乌克兰不仅现在是有各国的援助 而且乌克兰现在的打法是对的 俄罗斯现在在做什么 在攻打平民 在用化学武器对付平民 可是乌克兰在做什么 乌克兰在攻打俄罗斯的军力 俄罗斯的军营 俄罗斯的弹药库 今天就有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乌克兰军队在卢干斯克 摧毁了一处俄国的弹药库 根据现场留出来的照片 到处都是弹药的这些残骸 不只是有炮弹、弹壳 还有许多卡车残骸 甚至是两辆BM-21多管火箭车的残骸 尤其可见它这个战果是有的 俄罗斯的弹药库是被打得很惨 是彻底的被摧毁了 这个才是真的能够损及俄罗斯战力的打法 这个也是乌克兰过去一直在做的 像之前前一阵子不是有吗 乌克兰去攻打俄罗斯境内的 贝尔哥罗德的一个军营 后来又攻打他们的出游设施 这个就是对的打法 你职攻是他的军事目标 是他的后勤支援 之前我们也有看到 乌克兰利用无人机 利用刺针飞弹、标枪飞弹 打下了非常多的战机 打下了非常多的坦克、装甲部队 大大的折损了俄罗斯的军力 俄罗斯大概20%的军力就这样子没有了 这个才是打仗会赢的方法 像俄罗斯这样你残杀平民 只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自从布查大屠杀之后 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是不是所有人都来帮助乌克兰了 更加强力道的来帮助乌克兰 这个就是乌克兰会赢的 而且俄罗斯会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已经陷入战争逻辑的普丁来说 他就是要打仗 所以乌克兰唯一能打败普丁 打败俄罗斯的方法 就是在战争中让他打不赢 就是在战争中把他给拖垮 就是利用欧美国家提供的这些先进技术 先进的武器 源头打击 直接摧毁俄罗斯的阵地 俄罗斯的后勤资源 以及俄罗斯在前线的这些部队 这样子乌克兰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战果 获得最终的胜利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我们会在这里放一些推荐影片 欢迎各位点阅收看 谢谢各位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